场面人万死亡又出来搞事了,只见他站在马路中间,小嘴一绝抬手一握,一样汽车瞬间被捏别 接着小手一拍,车辆瞬间发生准弯,再一个动作,青天柱直接显示,然后双手一扬,刚刚起飞 随后老万走进车内,被关押的魔形女已经等候多时,她们又把其他变种人放了出来,一个是会多重瘾分身的名人,另外一个则是力大无穷的红坦克 这时,一个警卫突然醒了过来,她对准老万就是一枪,却被身手敏捷的魔形女挡住了,后人直接将警卫送走,可下一秒,魔形女突然失去了超能力,变成了普通人的样子 原来警卫射出的是一只变种人基因的药剂,人类正准备用这种药剂,解决掉变种人,老万很感激魔形女的做的一切,但她已经不是变种人了 于是无情地将她抛起,另一边,雷射眼因为琴而死,整日都沉浸在悲伤中,抱着对琴的思念,她来到了琴死亡的大坝,此时这里已经变成一片湖泊 这时脑中忽然听到琴的呼唤,雷射眼以为产生了幻觉,她摘掉眼镜,释放激光摄像水面,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湖中央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,一股巨大的能量从漩涡中发出 接着在一束耀眼的光芒过后,那个朝四暮想的琴就站在她的面前,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琴喜若黄香琴搂在怀里,然而琴的脸却突然变了颜色,教授也察觉到了琴的气息 让暴风女和狼叔去湖边查看情况,他们来到湖边后,却发现这里的石头都飘在风中 雷射眼的眼镜掉落一旁,暴风女发现了昏迷的琴,教授在给琴检查后认为,琴之所以没死 是她的超能力将她包裹在恋力防护罩里,教授告诉狼叔,琴是唯一的五级变种人 她拥有几乎无穷的能量,只是这股力量太过恐怖与危险 教授在她小时候帮她封印了这股力量,结果却发展出了双重人子 清醒的琴可以控制她的能力,而被封印的凤凰人格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 如今的凤凰已经觉醒,教授只希望能再次将其封物 与此同时,野兽汉克来到欧摩岛,查看一只变种人基因的药剂 其实这所谓的药剂就是一个变种人男孩,任何靠近她的变种人都会失去超能力 博星顿博士以男孩的变种基因为基础,研究出了一只变种人的药剂 另一边,当醒来的琴就想狼叔给他充充电,他直接扯掉了狼叔的七皮浪 狼叔可不是随便的人,他拿出眼镜问雷射眼去哪了 琴看到眼镜后瞬间失控,狼叔直接被打飞,然后静止离开了血约 教授预感到大事不愿,琴很可能已经被凤凰人格控制 而琴释放出的能量也被老万的手下插举,老万意识到这一定事情 如果能拉拥琴来对抗人类那必胜无疑 于是他跟教授在琴的家门口相遇,他们都想争取道琴 可此时的琴正处于崩溃的边缘